政府在今年首九个月批准了超过3000项的投资 总值1778亿令吉 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了51.5% 这些投资计划涵盖制造、服务和原产业 创造了接近8万个工作机会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都斯里·阿兹敏发文告指出 这些获批的投资当中 接近六成属于外国直接投资 主要来自新加坡、中国、奥地利、日本和荷兰 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至于本地公司主要的投资领域是服务业和原产业